所以我们的立法委员 跟国庭大会代表 大家如果还记得 一直到民国六十几年底 已经七八十岁 还好我们的医疗设备很好 都把他们想尽办法 让他们多活几年 等待反共大陆 到中国重新选举 所以那个时候每一次到 虽然现在看起来有点好笑 其实也蛮心酸的 你想想看 每次一到国民大会选举 要选总统 或者是立法院要做什么 重要表决的时候 你就看到有一群人坐着轮椅 被推进来 这个手一举 然后再推回去 就那个时候的情况是这样 一直到蒋经国民国六十年 开始当行政院院长 他才开始 想说要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那时候我们退出联合国 我们的整个的中央民意代表 没有民意基础 没有民意基础 所以大家如果记得 民国五十几年六十几年 台湾的那个民意代表 那个权力的核心 不是在立法院 也不是在国民大会 在哪里啊 在省议会 大家如果有印象 省议会那边 叮叮叮叮叮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它那边最代表台湾的民意 中央根本就跟台湾的民意毫不相干 毫不相干 就变成这种状态 所以那个国家 它的民意基础薄弱 显示它的那个武权体制里面 至少就民意这个部分 是没有合法性的 没有合法性 所以我们退出联合国 就面对这种问题 国外的人不承认台湾 你在国际的合法性 已经不存在 你已经不能够代表全中国了 第二个 连你国内 你自己要 要有一个民意基础 你的权力的来源 来自于一个 有充分的民意的授权 这样的合法性也被质疑 所以这个国家 碰到两个大的问题 那个国外的就算了 国外的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 宏都拉斯突然不见 还在 我们尼加拉瓜 也不理我们 去给我们羞辱 我去年这正好就到尼加拉瓜 我还看到这个总统 他也答应去跟我 带着原舞者去表演 他的那个副总统来 还碰到我 他跟我讲说 我们的总统会去看你们 我说好 可是那个大使就跟我讲 不一定 果然没来 所以马英九被羞辱是小事 大概就常常就这样 说不定是这样 我们就剩下这些国家 一直到现在 我们二十几个 换句话说 我们在国际间 这个也是台湾最悲惨的一件事情 我们的所有的行政的 这个法律的 那个政权的行使 完全都是合法的 却国际不承认 这是笑死人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欧美这些国家 每天讲民意 讲什么人权 都是讲假的 它事实上还是一个 国际政治的东西 所以他们最好不要吹牛了 都是骗人的东西 台湾怎么不会是一个国家呢 对不对 可是国际现实是这样 我们显然一直到现在 还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好不容易修兵 外会修成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可是这个主动权不在我们手上 可是有一个东西 解决我们的合法性的问题 有一个是我们主动权在我们手上 就是国内的民意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 蒋经国民国六十年 正式掌权 他当了我们的行政院的院长 他做了几件事 第一个就是开始中华民国开始有所谓的 增额立委 增额选举 对不起 这个增额不是 增额 增额的选举 国民大会 少一个死一个 不要再从大陆选了 来不及了 我们就在这里 就增额 等到他们死光再讲 反正就是 我们就这样一根柴火一根柴火这样抽牢 一直换 蒋经国在这部分蛮聪明的 就有那个增额的 所谓的增额选举 我们现在的李登 那个马英 不是马英 那个 陈水扁 他们这些人都是那个时候增额选举进去的 那时候我正在读大学 民国六十一年开始 每天听他们演讲 疯子一样 他们在哪里演讲 我们去那边听 那时候我们多么渴望台湾有一个大的改革 结果没想到改成这样 这个增额选举 这个是改变的第一步 这是蒋经国做的事情 然后第二个呢 他还做什么呢 他发现 我们不但在民意基础上面很薄弱 而且在我们的行政院内部 我们的民意基础也很薄弱 你知道在早期 全台湾 沈政府 沈政府主席除了吴国珍是一个文人之外 全部的沈政府主席都是军人去干的 周智柔 黄杰 这些古古怪怪的将军 都去当过沈政府 不是 他们都不错 可能是你们亲戚也说不定骂错人了 他们都是军人 他们都是军人 都是当过陆军总司令 空军总司令以后去当的 这根本就是一个军事变相的军事统治 事实上是这样 所以你去看那个什么 中兴新村一直到现在很漂亮了 可是盖起来很像军营 知道吗 我每次以前到中心 哎呦 这个怎么盖起来像军营 我就想到那是因为是临时条款 因为大家随时要准备航空大陆 不愿意盖那个太大的房子 可是事实上是一个军人的脑袋去建构的一个 所以你们如果有兴趣去中心新村 虽然很安宁 可是看起来就像眷村 就是原因就这样 那个都是军人 中央的那个行政院呢 以前只有内政部长 连战的爸爸他们都当过 是那个什么 是台湾本土的 其他通通都是外省人 我对外省人没有意见 老师很喜欢外省人 我讲过前面讲了很多 不要误会我有这种 我不会有你们这种情绪 原住民永远就是很爱你们 管你们是哪里 可是很清楚那个时候 大部分都是外省人 军事外交不用讲 国防外交都不用讲 其他各个部会没有一个事 开始有突破是什么时候 像那个以前的台北市的第一任市长 叫什么 很惨啊 他孩子都活得不好 高于树 高于树当过什么呢 交通部长 交通部也很快丢出来了 对不对 可是整个的那个行政院架构里边 也缺乏台湾名义 蒋经国怎么做 他开始 请李焕 也就是那个李庆华 李庆安的爸爸 去推动执行一个叫 崔台青计划 对不对 听过这个吗 他是崔台青 鼓吹 吹捧这个台湾青年 很多都送出去中山奖学金出去 包括许姓良这些 后来都叛变了 他们都是这个 还有赵索伯 他们这些通通都是 就开始培养这群台湾的子弟 然后呢 他的你看他当行政院院长的时候 他的副院长徐庆忠是本省人 而且那是做农业的 马上就 他开始把那个省籍因素 把这省籍的因素 放入他的政治权力的分配的原理里面去思考 所以渐渐有一些的部会 开始开放给本省的政治精英 然后当然郑首长如果是外省人 副首长就是本省人 不然就是就开始把这个省籍的因素 放在他的权力分配的组织原理里面 这蒋经国做的事 大家都可以看到 他很聪明的在改变台湾的 那个时候的合法性问题的国内的部分 但是他还是不敢全部改变了 最后彻底把那个动员勘乱时期解除掉 这个还是李登辉时代 那这个是崔台青 然后行政院里面 你看连那个 我们的李登辉 所以事实上就是那个时候入阁的 我们那个 他当政务委员 我很早就觉得李登辉可能会很受到重视 因为他那个人很古板 然后又是基督徒 又敢讲一些真话 我以前有时候看一些照片 看那个蒋经国 看那个李登辉的眼神 就是好像充满那种 一方面是敬佩 而且是有一点点忏悔的感觉 李登辉真的很厉害 李登辉真的很厉害